今日,上海铁区赛篮至110米篮,篮高91.10,年今16岁的少年小奖成员将以13秒12的优秀成绩获得了冠军。 他的这一次展现出的优秀成绩不仅是他超越了在一个月之前占入头国的陈子康。 他们同样是中规的清炼小奖,同样拥有六项接班人的称号,而且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院亚洲少年纪录13秒17。 原记录的创造者是卡塔尔的巴洛,在此前众运会上出入风茫的陈子康13秒18的成绩一战成名,成为了世界少年纪录名,亚洲少年纪录的第二任,一位小差距稍寻于亚洲少年纪录第一名的巴洛,而陈原将也是将这个清炼纪录打破,达到了亚洲少年纪录第一,这屋里是中规之行。 越来越多的有潜力的清炼小奖出现,为中规的天津实际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或一个更为看得到希望的未来。 而且我认为这一是世界的幸运,有更多的可能性出现在未来的天津赛场上,为世界未来的南支110米兰的赛事增添了更多的精彩竞争。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规天津已被一世迷烂航母师父迎来了一个行程机,那段时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年轻小奖,他们普遍都有临任经验的运动天赋,而且他们甚至大多数都是出于一个临任经验的连级。 许许多多的十五路水里还自涌入天津体育的实力,我个月天津体育方面颇为是稀讯不断。 无人是在今年8月份举行里,2022年全贵中学生天津竞争赛中会得临任成绩,因人祝母里来自富兰长沙长军中学里连经17岁的陈志康, 还是今年9月2日在上海神庄基地铁区赛南兹18岁以下的祖物也都是青少年祖的以北伊斯米兰决赛中。 同样是林林后小奖的甚至更为联少的年金四六岁的以至身实力打破亚洲少年纪录的成员奖,他们都是我们的骄傲,同样也是我贵天津实力的未来之心。 十次成员奖打破该纪录,可为是总贵天津南兹跨浪航母的一大西巡, 总贵青年的发展代表甚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贵的发展,我们总贵有做这些有天赋的TU青年,未来发展定会不用消去,它的突破也让我们看到了下个流向的希望。